MONSTER 大家好,我是BOBO 今天要介紹的是這隻MONSTER Open-Year HP 在正式開箱之前提醒大家 如果想收到最新的影音資訊 產品評測或隔壁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FutureSound.com的YouTube頻道 追蹤IG、Facebook 有最新的資訊我們都會在這些社交網站跟大家分享 還有記得CLS這條影片 這條影片就會配合給更多人看 就開始了 在開箱之前 我們也跟大家說一下 這隻MONSTER Open-Year HP的規格有什麼 它可以用到8小時以上 也有一個清晰的通話功能 用了藍牙5.3 也有Low Latency 之後支架方面 它採用了鈦合金的支架 也有IPX5的防水係數 60秒的低延遲 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先開箱 這裡它有個膠桌 一拉出來就是全部的東西 這個紙盒裡面 就安裝了它的說明書 這個是USB Type-C的充電器 這個應該是充電的板 這個就是這隻機 這個支架是相當幼和纖細的 這個臂位就包了一個膠 剛剛才說的Titanium 就應該是機身 還有這個支架位置 下面就是充電的接點 它也有磁石的設計 所以你直接放進去已經可以很穩妥了 機身兩邊這裡也有一個按鍵 除了這隻機之後 還有一個絨袋 這個絨袋的質感也不錯 開箱來到這裡 首先說一下這隻Monster OpenEar HP的配戴感 這隻機是為運動而設的 整隻機都很輕身 而支架也用了鈦金屬的部分 令整隻機的線條感很強 戴上去不會覺得有一種很重 或者會很贅 因為始終它雖然支架很輕身 但是前面這兩個位置也有一點重量 但是它用了E-TOT的臂位去射了一點力 你戴上去的時候 不會覺得整隻機向前傾 而且整個平衡做得很好 E-TOT這個位置有一個矽膠包著它 所以戴上去就不會在左搖右擺 因為金屬都比較滑 它做一個塗層去貼近你的皮膚的位置 就不會那麼容易走位和移位 但是要留意的部分 就是我的頭部比較小 戴上去的時候 後面這個支架位和我的頭 還是有一段少許的距離 平時我搭車上班 就很多人 就會輕微地撞到這個支架 這兩個塗層位其實都抓住皮膚 炒得挺緊的 只是我會輕微地移位 但是就未至於會整隻機掉出來 我試的時候 都試過戴超過一兩個小時 也沒有很不舒服 因為它這個支架位雖然是金屬 但是其實它有一定彈性 它不會夾到你的頭很不舒服 會頭痛那種 所以我覺得整個配戴感也是不錯的 那之後就說一下它的連線穩定度 剛剛也說了它有藍芽5.3 所以整個連線都是相當穩定的 除了真的一些很繁忙很繁忙的路 會斷一兩下之外 其實它基本上是沒有怎麼斷過線 所以我就覺得它在穩定度上是相當不錯的 它有60ms的低延遲 我也有用它來聽歌、看影片、播劇、打遊戲 都試過的 的確它真的沒有聲音不同步的問題出現 但反而我覺得因為它是骨傳道耳機的關係 它的聲音上會比起入耳式更加開揚 如果是聽一些Live Band的話 其實它會有一點開揚感給大家 因為它始終都是開揚感的 始終骨傳道耳機是靠聲波的震動 它震動我們的耳骨 再傳入我們的耳窩 我們可以聽到聲音 它的震感會比起我們融入耳式耳機 就會強 不至於不舒服 只不過我會覺得這兩個位置 真的感受到震動 但其實你戴久了 可能戴半小時、一個小時 你不會再感覺到震動 即使用了一陣骨傳道耳機 如果你開得太大聲 其實旁邊的人 是有機會會聽到你聽到什麼 我亦跟Iric聊過這個問題 其實它就像我們平常聽開放式耳機 你開大聲 其實外面會聽到你聽什麼 所以如果你在巴士聽骨傳道耳機的話 記得不要開得太大聲 吵到旁邊的人 我會聽到你聽到 它就跟其他藍牙耳機一樣 它都有兩個按鈕在後面 因為它整個面板 你放在頭後面 它就是你的正後方 其實這個按鈕都相當之容易按 和容易穩 因為有時候一些藍牙耳機 它很小顆 那個按鈕可能也很小顆 你就會很難按 你就會很怕按一下 把耳機掉出來 掉到地上 很骯髒的 但是這個耳機就不怕 因為比較難一點 會整隻手機掉出來 而且它的按鈕 其實相對來說是比較大顆的 也都相當之容易按 跟之前其他藍牙耳機的操作 是差不多的 按一下它就會暫停和播放 兩邊都一樣的 左邊按兩下就是上一手 右邊按兩下就是下一手 都相當之容易去操作 今天我們就來試一下 Monster的OpenEHP 骨傳道耳機的免提通話功能 我們現在就在一條 比較繁忙的馬路隔離 只不過我們在建築物的上面 我自己第一次用骨傳道耳機 來講電話 不知道你們又覺得 這個通話質素如何呢? 今天MonsterOpenEHP的評分來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的就按like 還未訂閱的就點讚 按旁邊的鈴鐺鐘 一有新片就會通知你 今次第一次試骨傳道耳機 我特意在街上去观察一下 任何人都是用骨泉导 我都留意到不少人都用骨泉导 搭巴士也有 可能搭地铁也会看到 逛街的时候也会看到 我觉得大家不仅是跑步功能性去用骨泉导 平时日常都挺喜欢用骨泉导耳机 这款是我第一款试用的骨泉导 所以我也想知道大家如果你们有用开 或者你们有喜欢哪一款 都不妨留言告诉我 让我了解多些 好了 下条片再见 拜拜